世界上最不寻常的二十种枪 巴雷特在这家伙面前都是弟弟 第一名能把大象打成渣 却无一人能驾驭 枪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 在这时间长河里 步伐一些怪异的类型被创造出来 虽然它们外表奇怪 但有些却在当时炙手可热 甚至还成为了推动枪械发展的关键之一 它们为何如此造型 有因何原因被造出 今天点赞订阅后 跟着阿军一起观看吧 第二十 阿帕奇左轮手枪 它是最著名的奇特手枪之一 它发明于1869年 并与匕首结合 称为疯狂战斗者 所喜爱的可怕武器 在枪管附近 装有一把隐藏的小刀 这种复合武器 在特工中颇受欢迎 并在执行秘密暗杀任务时使用 第十九 腿定枪 在美国西部时代 出现了不少奇形怪状的武器 腿枪便是其中之一 这种巧妙的装置 可以让残疾者达到出其不意的防卫能力 甲枝由木头制成 内部藏有单发的手枪 枪管经过精心伪装 仿佛是甲枝的一部分 使肉眼很难辨别 可以选择躺在地上开枪 也可以卸下甲枝发射 该枪的发明 使得任何残疾人 在美国都不敢被小瞧 谁都不敢保证 他们的甲枝里面有没有武器 但它的局限也很明显 因为只有一发子弹 且填装弹药费时费力 一旦失误就是永别 第十八 手套枪 这把武器褒贬不一 有人说它是最天才的特工武器 也有人说它是最愚蠢的发明 整体来看是皮革手套 嵌套了一把点三十八口径手枪 枪体没有扳机 依靠撞击的反弹力激发弹道 不必太担心误撞 导致的走火 因为机身有保险装置 在二战期间 由美国军方专为海军而设计 总计运有五十至二百套被制造 优点是隐蔽性强 可用于一些刺杀任务 缺点是 只有一发子弹 且只能贴身才有效 实际效果可能还不如冷兵器 这就导致它实际上并没任何战斗记录 第十七 口红枪 这支口红隐藏内部的是一把单发式手枪 这正是过去KGB特工使用过的工具 虽然它只能发射一发子弹 但这已经足以致命 这支手枪还有个非常贴切的名字 死亡之吻 第十六 戒指枪 在二十世纪中期发明口红手枪之前 实际上就有为女性设计的迷你防身工具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有人发明了一种 戒指式迷你左轮手枪 可以装填六发子弹 尽管它很轻巧 但如果击中颈部或其他身体暴露的部位 即使是一发子弹 也足以致命 第十五 帕克尔转弹枪 帕克尔枪 由英国发明家詹姆斯·帕克尔 在1718年发明 是一种带有旋转弹舱的碎发式左轮枪 它类似于早期机关枪武器 允许使用者在无需重复装填的情况下连续发射 在十八世纪初期是一个创新的概念 然而 帕克尔枪真正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的子弹 能够填装圆形和方形两种子弹 至于为什么会设计成方形 据悉是基于这种形状的子弹 会给人带来更多痛苦 不过我想 被这家伙打中 还没感到痛 就分成无数块了吧 第十四 格洛克手枪 这是一款比机枪更迅猛的手枪 其弹夹可以容纳100发子弹 两个50发子弹的古型弹夹 以惊人的速度旋转填充子弹 如轮盘般迅速攻弹 尽管重新装填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但装备这款自动手枪 5秒内可以发射200发子弹 这的确是一项卓越的成就 第十三 拐杖枪 也被称作偷猎枪 是18世纪和19世纪 广泛流行的伪装枪械 这种隐蔽枪支 通常设计成手杖的样式 内部隐藏着一支单发子弹的枪管 触发机构 往往巧妙地设置在手杖的握把中 使使用者能够出其不意地开火 这种隐蔽设计 在当时很受欢迎 使得很多人 可以在公众场合携带 而这种行为 在之后逐渐被禁止 尽管手杖枪设计新颖 优雅 但由于其单发设置 以及装填弹药的困难 使得它们在之后并不多见 第十二 蜂鸟手枪 现在让我们介绍世界上最小的手枪 蜂鸟 这款小巧迷人的武器 会让我们想起黑衣人中的迷你武器 这款手枪 专为船员设计 在1910年至1920年间制作 全长约4厘米 枪管直径为2.7毫米 重量只有0.2克 出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50米 它在枪把中 配备了小巧的弹药桶装填系统 第十一 埃尔金短剑手枪 因其同时具有 手枪和刀具的双重功能 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该武器由乔治·埃尔金 于1837年申请专利 它由单发点54口径手枪 和薄衣刀共同组成 这种设计 原本是让水手们登船作战时使用 远战近战于一身 但该枪 由于在实际使用中的笨重 以及这种双重功能的不适用性 最终成为另类的收藏枪支 第十 最大的左轮手枪 这是吉尼斯记录最大的左轮 他的发明者是一位波兰裔的设计师 他将雷明顿公司的传奇左轮手枪 进行升级 耗时数年 这款手枪得以亮相 它拥有28毫米的大口径 弹药中138克 整体重量高达46公斤 有效射程超过50米 目前 这项世界纪录仍未被打破 第九 手掌保护者 法国有过不少新营武器 手掌保护者就是代表之一 这种设备 创作于19世纪末 是一种双动式旋转炮塔左轮枪 它未配备传统的扳机 而是通过紧握来触发弹道 这种设计便于携带 能够轻易藏于手中 为此 它配备了短小的点32口径子弹 虽然这种武器 因其设计上的局限 并未在美国市场上 获得广泛的认可 但芝加哥枪械公司 依然购买了制造他们的许可证 第八 平底船枪 接下来 我们将介绍一种 威力比巴雷特还大的枪 它的使用目的相当特殊 设计它的初衷 只希望通过一次射击 能够同时击落尽可能多的目标 在20世纪初 有记录显示 一位美国人使用这种枪支 一次性击落了90只鸟类 想要手持如此巨大的火炮进行射击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当时的射击只能在船上进行 第七 口琴枪 因类似口琴的多弹舱设计而得名 是一个在19世纪期间 开发的早期连发枪械 它有手枪和步枪两种版本 这种设计 包含了一个长方形的方杆 配备有5到10个弹舱 每个弹舱在设计后 可手动推动弹夹 以对齐新的弹舱 它无需装填 即可连续设计多次 然而 尽管这一设计 颇具创新性 口琴枪在实际使用中 存在着弹舱重量不平衡 以及手动操作笨拙的问题 使得这种枪械 从未广泛流行 第六 鸭脚碎发枪 基于拥有多个枪管 可以同时攻击 多个目标的想法 一款设计独特的手枪出现了 为什么它 有一个如此奇怪的名字 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 是因为它那散开的四个枪口 就像鸭子的脚一样 指向不同的方向 由于枪口在不同的角度 以扇形分布 射击范围 得到了极大扩展 如果你在游戏里 拥有这款手枪 那几乎就不需要瞄准了 第五 斧头枪 这把武器 看起来像是奇幻电影中 搬出来的 但实际上 它是海盗 在登船战中使用的装备 前任 可用于劈砍敌人 或砍门 或打开宝箱 这类枪 多在18世纪较流行 那时的枪械 多是单发机制 为了增加战斗力 会在枪口前端 添加冷兵器 毕竟 登船过后 敌人可不会给你 重新上它的时间 第四 诺埃尔卡洛克 一般称为旋转左轮 是一种设计迥异的手枪 它由皮埃尔诺埃射计 该手枪 采用水平气势 和转轮轴设置 它们与枪管 呈直角布局 尽管 这种非传统设计的理由 尚不清楚 但这样的转轮 并不方便操作 常会与周围的物体 发生勾产 装填弹药也不方便 需要取出转轮 装填敌火和子弹 然后再置回框架中 这在紧急情况下 不够实用 该枪采用0.9口径子弹 但其威力 却不尽人意 并且 这一设计可能导致 子弹直接指向射手的面部 造成了潜在的安全隐患 所以 该枪一惊问世 就卖出了几百把 之后很快就迅速停产了 第三 改装加特林 没错 这并非真的加特林 而是美国某大爷自己改装的 由六把步枪 拼装而成 分别插有六个弹匣 每个弹匣 三十发子弹 摇动摇杆 就能够快速射击 在美国 拥有这样的武器 是合法的 然而 这位枪支的制造者 似乎迫切地希望脱手 最终在拍卖上 以大约三千五百美元的价格 出售了他所制作的机枪 第二 胡椒和左轮手枪 它在美国西部枪支历史中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是现代左轮手枪的先驱 在十九世纪中期 手枪发展历史中 起到重要作用 该枪有六根枪管 每次搬动搬机 枪管组就会旋转 将新的子弹对准击锤 为下次射击做好准备 这种小巧且连发的枪械 在十九世纪中期 是十分强力的武器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 它逐渐被更现代的 左轮手枪所取代 改进的左轮手枪 在精度和便利性上 都得到提升 更受市场欢迎 第一 大安依步枪 该武器是世界上最大的步枪 没人能够驾驭 需要卡车才能拉动 长度十一米 重量一千一百斤 是由美国的 Ern Lilo制作 理论上 一枪可将一头大象 打成肉泥 十分的凶残 不过 目前这把枪械 已经成为了景区的展览物 其庞大的体型 也肯定不会成为战场上的武器 很容易成为敌军的靶子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最不寻常的二十重枪 你还见过哪些奇怪的种类呢 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点赞订阅支持阿军 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么 让我们下期再见